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KIDDIE是姐姐有靈異體質 那說帶媽媽去日本旅行 發生什麼事 因為像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去日本嘛 我們一定要跟團 一定要選那種百年歷史的那種飯店 那我姐姐本身是在日本念書 他住了五年 那他就知道說黑不利山 有一間百年的飯店 很有名 他在當初在看行程的時候 就說我就是要去住這一間 好 到晚上之後 他就這樣享受那邊的氣氛 覺得很好 然後就躺在床上 這時候他就聽到房間外面 有小朋友就是這樣一直在跑 在嬉細的聲音 然後覺得很吵 因為其實在日本 是很少會發生這種事 因為日本人很有禮貌 我姐就用貓眼這樣看了一下 沒有人 他想說可能跑走了 他要再躺在床上 又聽到他又在開始跑了 而且跑還這樣子就笑 他笑得很開心 他就想說 一定要抓到你們這些小孩子 他想說因為他會日文嘛 就可以罵他嘛 他就又看一下貓眼 沒有人 然後他就想說 抓到就不敢 沒有 然後他就想說 就心裡就想說 那可能什麼有一點事情發生 躺在床上 後來就聽到有人這樣敲房間門 那一般人想說 可能是服務人員還是什麼 有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是打開了門 這是沒有人 然後他就想說 再跟飯店講一下 可能是飯店有什麼事情 要聯絡 打給飯店了 然後飯店說 那不好意思 請等一下喔 那我們現在馬上幫你調監視器 然後再跟你回報說是什麼 然後過了五分鐘之後 飯店打給我姐說 那個小姐剛才都沒有人在跑 也沒有小朋友 也沒有人敲你房間的門 然後我姐就想說 林毅體質可能是有東西想跟他打招呼 或什麼之類 他也沒有想說 你不犯 我不犯你 就當作沒這回事 就躺在床上 然後就看電視 然後到了晚上他累了嘛 然後就把電視關掉 這個時候 他就是說 他躺在床上的時候 因為他其實近視很深 他就依須的看到他的電視機的旁邊 就有一個像我一樣 頭髮直直的一個女生 站著 就一直看著到 一直看著他 可是因為他他是看的是模糊 因為近視太深 模糊的 他都想說 其實很正常 因為他這種 林毅體質的人都知道說 每一個 每一個房間裡面 本來就屬於他們第三空間的 林體會在 那就一樣 就是不要去犯他 和平相處就好了 然後他就繼續睡 一吸了 他就可以看到影子 他一直慢慢的前進 到他的腳邊 也是一樣 就這樣子 一直看著他 雖然你看不到他的臉 可是你就知道 我就是在盯著你看 然後我覺得 我其實我很崇拜 我其實我覺得他膽子好大 一般人一定嚇死了 躲在棉壁 一定一直這樣 可能就已經開始在 可能各個宗教 可能歐蜜陀 或是什麼阿門之類 大家可能都會講了嘛 然後他不管 就繼續睡他的 然後他感覺到 有東西慢慢飄到他 就這個右邊 然後就聽到 他聽懂日文 他跟他講說 起囉 就這樣 起來 日文就起來 起囉 然後我姐就裝作沒聽到 因為有時候 你其實看到 你裝作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說 你到底有沒有看到他 他就在旁邊講說 起囉 起囉 就是叫我姐說你起來 你起來 你講日語不錯聽 因為我也會講一點日語 謝謝 謝謝政大哥 放出重點 然後後來我姐就覺得 那我就跟你溝通了 他就跟他 就用日文跟他講說 我只是今天晚上 站住在這邊一個晚上 我知道這個房間是你的 但我不會打擾到你 我也希望你可以不要打擾我 讓我今天晚上 好好的睡一覺 然後就這樣 就跟他講完之後 可是我姐就說 他其實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知道就是有個人 站在旁邊一直講 起囉起囉 他覺得其實很煩 可是他又不敢去跟他反抗 只能想說良性的溝通 有時候最好的橋樑 好了 他鎖定 後來鎖定我媽媽移動 他就掐我媽媽的脖子 就是這樣壓 他沒有到說 有時這樣子手印 就是一直這樣 跌 然後我媽就是這樣 然後可是我媽叫不出來 所以我姐不知道我媽被掐 你知道有時候被壓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發生 你是不能反抗的 然後後來我媽 起來的時候我媽就坐起來 跟我姐講說有東西 我姐就說對 我姐還安撫他 因為我姐靈異體質 他們其實不會到怕 可是我媽媽那一種 第一次就在百年飯店 就被發生 氣氧 會很害怕 然後我姐跟我說沒關係 我們住一晚 我再跟他溝通 看看安撫我媽 結果後來我媽就想說很怕 我媽就是那種 開始念經的那種人 然後後來到了 他們又繼續睡的時候 這次就 就聽到電視旁邊的桌子 就是一直這樣敲 我不讓你睡 我就是不讓你睡 後來我姐就打電話跟飯店說 我們要換房間 可是他講的時候 其實飯店那個立刻說好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嘛 以前的客人可能有過 對 所以我自己講都好害怕 所以他們就立刻就換房間 好 那Kitty的姐姐 後來說在床邊放了糖果 對 希望能夠安撫這個小鬼 對 是這樣嗎 沒有 應該這樣說 因為我姐姐她是靈異體質 那其實她到了晚上 其實都不是很好睡 因為會有東西 因為她是可以辦擺擠的 可是她不要 所以其實都會有一些無形 有形的會有時候會來找她 然後像我姐就會說 其實她的守護嶺就是一些小朋友 她就會定時都會在床旁邊擺糖果 她會交代我說 你不要亂吃 因為她想說我很貪吃 可能會給人家拿起來吃 她說那個不是給你吃的 是給我的守護嶺 那些小朋友吃的 有時候他們來找她 就讓她自己拿著吃 沒有 那個不是五號 她那個糖不是要給來騷擾的 那個好兄弟吃的 她是她自己身邊帶的 她是專門 她自己在做的 就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方式 可能我 有人說我家的朋友罵 怎麼樣的去安撫 她怎麼樣的 我怎麼樣帶著走 有的是用咒語 有的是什麼 她是怎麼自己帶那些東西 我們要睡的時候 去到外國 我們床邊放蒜頭有好嗎 蒜頭 有沒有蒜頭 蒜頭 蒜頭 蒜頭沒有好 我覺得第一點 如果說你到了國外 真的碰到這樣的情況來講的話 可以的話 就是因為你換房間 如果沒有重點就是沒有飯店 沒關係 那或是說你真的真的沒辦法 來講的時候 你其實有時候可以跟她 跟她好好的溝通 好好的溝通 有時候 用我們的台語也可以 任何語言都可以溝通 因為 因為她到館桌後 她就沒有什麼語言的問題 所以你就好好的去跟她溝通 跟她溝通來講的時候 不好意思 所以說很多人說 如果蓋起來的時候 就是先敲一個門 敲一個門 現在蓋起來的時候 所有把她打 都蓋著門什麼都蓋著 水蓋一下 那個便室蓋一下 然後就跟她講說 不好意思 我今天來照顧一夜 就不安 那你剛開始跟她打招呼 有些都就不會 因為如果有人繼續 越來越長大 表示說這個 應該說這個好兄弟是好溝通 但是你不要太白色 有得太熱 太安裝 那真的那一天晚上 你就不好睡了 有 但是真的她來了 我又溝通嗎 你如果真的來了 來講的時候 如果說你不是被壓的話 就沒有關係 你如果在睡 不然就是怎麼樣 因為有很多 有時候飯店都有放聖經 聖經有沒有 那就是有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其實真的有來都不好 你還是要真的要跟她溝通 甚至如果說 你如果有自己 有要出去玩的人 你如果真的要 你就是帶著那兒 煙 帶著米 或是甚至於帶著 鏡頭 你鏡頭可以放在 你那裡頭前 擺擺擺擺 或是說你煙米放在那裡 他其實有些這些東西 就是不是把煙米 不是拿來給它吃 煙米是拿來放在那裡 你把他放在那裡 表示說我們有尊重他 他就不會來了 我爸爸說 他和我媽媽 你知道他們老家人 要出國去玩是團 結果他們去中國的桂林 要說因為那個團 就是說行程有稍微距離 吃飯百多到飯店 已經晚上十一點 五天 如果洗一個香褲 就準備要睡了 疲了 我媽媽先洗 洗後 我媽媽說 我爸爸還在看什麼的時候 他聽到 兩個都聽到那個什麼 那個馬桶蓋 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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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不會聽錯吧 對啊 我爸爸 我媽媽就走到要死 把我爸爸說 去看看 不敢看 誰敢看 你看看 我爸爸 他推你媽媽去看喔 沒有 我媽媽叫我爸爸 叫爸爸去看 通衡男生那個時間 一定會去看 不然他看來說就沒面子 我爸是不怕 硬著頭皮 我爸就去看 進去看以後又沒算 我爸爸出來 一個還要拿衣服而已 他哭了 那就是百米有 那就是有 真的有 我跟你講 我爸媽絕對不會說 有 現在看我爸要洗腦袋 還不洗腦袋 十二點五 我媽媽說 我們在換房間 我爸說算了 現在換房間你幾點睡 對啊 我爸說沒關係 我現在要洗腦袋 真的 好樂觀 而且他好實際 太誇張了 真的 因為明天一大早 人家又你知道 沒有 當然可以給他打個招呼 可以給他打個招呼 就是那個時候已經進去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就真的進來 這次換房間也不方便 可能有給你吊了 那就是很對不起 這樣 我爸爸就進去洗澡 進去洗 我們爸爸洗腦袋 洗腦袋 但是他之後都沒有發現 也沒有 只要人一出來 就很大聲 洗完出來之後還繼續嗎 繼續 然後呢 後來大概直到兩點 才沒有在牽液 因為我爸爸說 他大概眼淚 是要牽液 我這幾位 不怕不走 你知道嗎 有時候他就是想 嚇你 叫你走 這樣